這間學校只以金錢和賭博來決定一切 賭博記不如人,只會被人鄙視 如果背上負債,就會淪為加速 歡迎各位來到說故事的三個系列 大家好,我是書客 今天講的就是狂盜志願 這個頻道就是專講電影、動畫、電視劇和知學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COMMENT、LINE、CHECK3 為甚麼訂閱關注頻道就這樣 再按個Facebook、Facebook、MeWi 還有加入Youtube和Patreon會員 蛇餐夢子,剛剛專校到斯納白王花學院 在班上自我介紹之後 男同學都垂研著孟子的美食 老師就跟梁太帶孟子在學校參觀一下 梁太知道自己可以帶美女之後都紅到臉了 參觀期間,孟子留意到梁太掛著加速的牌 梁太立刻很羞恥地轉臉 又問孟子懂不懂賭博 孟子就說,基本那啤牌那些規則我都知道 梁太就說,賭博在這間學校很流行 而且金額也不小 很快你應該都會收到賭博的邀請 要小心一點 孟子聽了之後消息上來了 哇,這樣真的很令人期待 果不其然 當日同班的祖月女雅雅利 就向孟子提出賭博 而賭博的項目就是 投票猜拳 由班上的每個同學 在一張卡片上畫包、剪或者打其中之一個 然後將卡片放入他們見不到的箱裡 他們每人從箱裡隨機抽三張牌 再選其中一張進行猜包剪打 猜人的一方就是直接贏了 如果平手的話 就在剩下兩張牌裡面 選一張再猜一次 三次都平手就算和局 孟子很興奮地接受賭局 梁太還勸了一下孟子 不過阿里 立即命令梁太拿籌碼過來 不要多罪 這次賭局 每人120個籌碼 每個籌碼 代表1萬元 每一局賭多少籌碼 就由孟子來決定 第一局 孟子先賭兩個籌碼 試一下水溫 因為三張牌都是抽的 所以有齊包剪打的機會 很少 如果手頭上 比較多 有機會 所有牌裡面的 都比較多 所以對方 都比較有可能出打 基本上 就是猜測這種不確定性的賭局 第一局 孟子出打 阿里出展 孟子獲勝 第二局 孟子就下注50個籌碼 來一個大勝負 第一回 雙方出打打平手 第二回 孟子出展 阿里出打 阿里獲勝 孟子就這樣輸了50萬了 第三局 孟子下注兩個籌碼 這一次孟子贏回阿阿里 不過都只是贏回兩個籌碼 第四局 孟子再次加大注碼 都50個籌碼 50萬 他身後的梁太見到都嚇了一驚 第一回 兩個人都出包 打成平手 第二回 梁太都不忍心看了 阿阿里出包 孟子出打 又是一次 孟子在大雅島局中落敗 現在阿阿里有216個籌碼 孟子只剩24個 很快 孟子連正等籌碼都輸夠了 輸了120萬 孟子就向阿阿里要求再賭一場 而且 孟子賭出袋中的現金 這次賭的是1000萬現金 阿阿里聽了之後都覺得荒謬 孟子就說了 所謂賭博的本質 不是就是瘋狂嗎 是資本主世界 錢和生命有同等的地位 將生命押在運氣之上 這個絕對不是正常 但仍然 有很多人因為這種 賭傷生命的瘋狂 而感到愉悅 所謂賭博 正是越瘋狂 才越有趣 來啦 等我們為賭博而瘋狂 阿阿里正想拒絕 但孟子這個時候就問他 難道你開始爬底了 被一擊仗 阿阿里就決定應戰 和孟子賭1000萬 阿阿里認為都無所謂 反正他一定會贏 因為全班30人之中 有21個都是被阿里控制投什麼票 而這一次 他們會投的就是包和打 雪箱裡面幾乎冒展 阿阿里招出包 只會是平局又或者贏 但這個時候孟子就說了 你以為我沒有發現嗎 班上的人都被控制 你的手法太絕裂了 賭上50萬的兩次賭局都一樣 第一次平局之後 第二次 你會出入沒有一樣的牌 不是太明顯了嗎 阿阿里知道事情已經敗路 但他又想 孟子都不知道他叫其他人投什麼 認為孟子 只是虛張聲勢令他動搖 只要他出包 就一定贏 人 拳 拳 拳 結果 阿阿里出包 孟子出戰 扣除孟子輸了820萬 阿阿里現在道歉孟子880多萬 但阿阿里沒有那麼多現金 只可以求孟子寬限幾天 孟子笑著地離開班房 而梁太就想來追上孟子 梁太想知道 孟子是怎麼知道出路纖 和怎麼看穿同學投什麼牌 孟子就說 因為要統一20個人的投票 就一定有人發明令 同學們投票沒有特別規律 所以沒有可能是事前決定好的 只可以在每局 當場即時發出指令 孟子不斷觀察 因為阿阿里 並沒有類似暗號的動作 或者聲線 剩下的 就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有人 代發訊號 之後孟子就發現 原來同學們的視線 並不是看著他 而是他身後的 梁太 他就是發訊號的人 孟子只要用鏡 就會看到後面梁太的暗號 不過怎麼肯定自己一定抽到錢呢 這個就完全是偶然 是運氣 孟子 將這1000萬 都在這個偶然之上 而且 在出牌前還揭穿老纖 令對方發覺 因為孟子 覺得無論是一定贏 還是一定輸的賭局 都太無聊了 梁太聽了之後 就知道孟子很特別 而且很強 而自己只是盧底渣 堪入債務的泥寧 他還跟孟子道歉 而孟子 反而給了一筆錢梁太 多謝梁太 今天為他帶來一場刺激的賭局 第二天回到學校 牙利的座位 就被同學搗亂 就要帶了加速牌 正正因為他昨天輸了給孟子 在這間學校之中 賭博的能力就代表著你的地位 以前 還沒那麼嚴重 直到兩年前新會長 陶餐爾羅里上任 他就是以賭博 贏了上一任會長 絕得會長之位 學生會 變成最強的賭博團體 加速制度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孟子知道了之後就更加感興趣了 認為這間學校的制度 真的很有趣 可以轉校過來 實在太好了 這個時候 學生會的黃依月來找孟子 黃依月是靠錢進入學生會 他家是知名的玩具生產商 孟子轉校第一天就打敗阿里的事 已經皆知學問了 所以黃依月就想和孟子賭一場 賭博的內容 就是用黃依月家生產的啤牌 玩雙蟲神經衰弱 用兩副啤牌混在一起 然後背面向上 之後其中一方 先翻兩張牌 兩張花色和數字一樣 就為之湊成一對 湊成一對之後 就可以再翻兩張牌 抽不成對 就輪到對方翻牌 抽得最多的人 就為之勝利 而黃依月 就提出2000萬的賭注 不過孟子並沒有那麼多錢 黃依月毫不猶豫就說 可以借給孟子 孟子就因然接受這個賭局 先由孟子翻牌 這個遊戲 一開始只可以依靠運氣 替我記住翻過的牌 去配對新番的牌 而用兩副啤牌 令每張牌都只有一張對應牌 減低運氣成份 黃依月和孟子都沒有失誤 只要翻過的牌 就不會配錯 所以遊戲 就變成誰最先翻到另一張翻過的牌 結果 就是由黃依月 率先籌到27隊 過半數贏了 孟子這個時候 立即背負2000萬的債務 孟子就不甘心了 求黃依月再賭一局 明明翻過的牌的位置都記住了 這次輸 只是運氣不好 黃依月聽了之後 就拿出期望的神情了 黃依月 最喜歡就是收集指甲 他拿出他的收藏 而且 是真的指甲 他要求孟子 賭上他的指甲 而黃依月 就賭2000萬 梁太 想叫孟子不好 但孟子當然不聽 願意賭上指甲 而黃依月 就拿兩副新的啤牌 準備第二場的倒局 第二場 都是由孟子先回 黃依月就心想 他的收藏 又要增加了 因為蓋住牌子中 他知道一半52張牌是什麼 兩副啤牌中 其中一副 是黃依月特別生產的啤牌 在一定溫度下 背面會浮現暗花 顯示這張是什麼牌 他在書包裏面 有保亂貼提升溫度 在拿出來之後兩三分鐘就會冷卻 他在這兩三分鐘 記住每張牌的位置 雖然黃依月 在這個遊戲 必勝無異 但孟子 翻出手兩張就是一對 之後孟子就問黃依月 你家好像是大企業 市值多少 100億 1000億 對比2000萬的賭局 不是很不值嗎 拿自己的家業賭錢的時候 要做好商人的覺悟 黃依月 聽了當中的暗示 孟子已經察覺到自己在那裡出錢 如果玩具生產商 爆出生產出錢牌的醜聞 可以令公司倒閉 不行 黃依月決定 輪到他的話 一定要一口氣全部翻開然後回收 換成普通的啤牌 輪到我的時候 輪到我的時候 但好可惜 孟子 翻開27對牌 已經 不會再輪到黃依月了 孟子說 如果你慎重一點的話 就是我輸的了 背面的花紋 和上一副是一樣的了 孟子從開始 就留意到花紋的事 只是扮成留意不到 贏了這局 孟子就取黃依月再賭一局 後面提出 雙方都賭上指甲 賭上這種風險的賭局 真是令人肉火焚身 不過黃依月已經好爭底 根本不敢再賭 孟子聽到之後 面倒黑了 嘩 真是無趣 孟子倒閃剛剛起 就叫梁泰 帶他去其他可以賭的地方 於是 他就來到傳統文化研究會 這個時候 研究會正進行公式戰 公式戰 就是家族的翻身制度 家族有一次 向任何人提出賭博的權利 只要今晚在上色範圍之內 是不容許對方拒絕 而學生會成員 更加要以無上限賭主的方式 接受挑戰 而向學生會成員 研究會會長西洞院提出公式戰的 就是雅里 在死與生的對決當中 雅里 壓中了劍的位置 但可惜 是死劍的位置 輸30倍 雅里 超過4960萬 已經 不可能犯身 雅里離開之後 西洞院就介紹研究會的賭法 新死劍 首先 在屋內放10個劍刑的棋 而且蓋在盤上 盤上有30個不同編號的洞 雙方猜測 劍會貼入哪個洞然後下注 劍印朝上的劍判定為新劍 劍印向下就是死劍 壓中新劍就贏30倍 壓中死劍就倒輸30倍 在賭局開始之前 雙方共同商定這一局賭多少籌碼 當一方籌碼到0的時候 就是最後決出勝負的金額 孟子聽到規則之後就說想賭4000萬 一個籌碼就是100萬 第一局 先賭10個籌碼是水 而第一局 雙方都沒有估中 所以雙方都沒有輸贏籌碼 梁太看到這個賭局風險太高 想叫孟子放棄 不過西洞院就說 正因為賭得大才有樂趣 孟子表示認同 不過又說 匯長的做法就太垃圾了 和雅里的公式戰 根本沒有必要進行有這麼大損害的賭局 給弱者捨一味的希望 然後將他踏入更深的絕望 我不知道你的賭記是怎樣 但作為人類 你只是一個人渣 之後 孟子更加拿西洞院的日文下音來恥笑他 這個舉動 令西洞院樂器沖天 這個時候 孟子就提出 壓上40枚籌碼 全部籌碼的賭局 西洞院欣然接受 勇不得一擊打沉孟子 何官搖劍之後 就蓋到盤上 西洞院 很快在8個不同的地方 割下注5個籌碼 而孟子 就是最後1秒 將40個籌碼 全部壓在24 孟子已經看穿了他們出路籤的方法 在何官右手握看之下有2個字 當初帶他們入會室的人手上 都有一樣的東西 證明 這個是人為 應該是類似乙針之類的東西 是為了出籤而釘的乙針 恐怕 在其中一把劍裡面有磁鐵 只要乙針帶有磁性 就可以由壺的外側固定把劍 手就在外面滑動 就可以令劍 插入自己想要插的孔裡面 而這個老千的精妙之處 就是不可能8%贏 控制劍插向的孔 需要可攻的控制力 還有 可能被第2把劍擋住的洞口 只是控制到一把劍 令其他劍的情況 全部都是靠運氣 實際的勝率不高 但是已經夠做 不需要一定贏到 只要比對手有利少少 在幾十次 幾百次的賭博之中 就可以穩定 賺取收益 這個老千的關鍵 不在於手法 而是在於你的財力 暫時幾千萬的上落 對你們來說應該不是問題 所以 所以我才挑釁你 目標 就是一次4千萬的惡劍 如果孟子賭對了 贏的 就是21億7千萬 借賭一次 就可能失去那麼多 真是生死劍 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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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們 一起墮入狂島之縣 西洞院聽到之後就咬底了 當他正想和談的時候 學生會會長 副會長和羅里王串月來到 會長就說 賭金似乎好大 就由他來做見證人 西洞院正想回絕 但會長就叫他收聲 快打開 羅里就在一邊 野餘西洞院面都白想埋 開盤 10的死 7的生 西洞院隨便落著的7中了 24沒中 孟子 賭輸115個籌碼 西洞院 贏3億1千萬 孟子就立刻明白了 是不是寬 孟子問 會長沒有正面回答 就離開了研究會 所謂寬 就是古代賭單箱時候的籤術 在賭場地板開個小洞 蓋上了白布之後就不會留意到 出千人 在地板下面點蠟燭 透過白布看到色仔的點數 再用針來推動色仔 以控制結果 會長就是大概用了雙積的磁鐵 在下面 打飛了插了在24的鐵劍 被出千的孟子 並沒有覺得不憤 反而 好興奮 他還說 好想和會長賭一場 第二天 孟子就淪為加速雜貓 但孟子似乎好享受 在斑法中 白貓治愈 不久 要逗亂 不久之後 孟子就收到由學生會給孟子的人生計劃書 同時 雅妮都收到一樣東西 雅妮 债务整理大会,让背负债务的同学参加救济企划 债务交换游戏,四人一组进行赌博 根据结果交换债务 第一名的债务将会换成早内最少的债务金额 第四名就换成最高金额,就是这样交换 如果债务最少的人得到第一名,就会免除他的债务 而孟子和阿里都来到会场参加 而他们两个都被分到在同一组织中 到底债务交换游戏的赌博到底是什么呢? 孟子和阿里再一次的对决结果又会怎样呢? 留意下星期的《狂渡之渊》 这次说故事是《狂渡之渊》的第一到四集 观众们不明白为什么我由巨人跳到《狂渡》的故事跳得这么大 很多人看《狂渡》会觉得这个就是娱乐向,看颜艺,看女女 所以看的时候当然是看这些东西,谁不喜欢看女 但当中其实有更加深刻的东西在背后,就是这个社会 今集讲的是三场赌局,投票猜妹,神经衰弱和新世剑 这三场赌局就好像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会面对的东西 投票猜妹就是对方有压倒性的人物和支配力 就像我们面对社会的老是发一样 在这里我可以讲个故事,就是我舅父是读LLB的,即是读法律的 但毕业之后做不到律师,因为他没有人物,找不到师傅 结果要去外国读多几年回来香港才找到人收他做建杂律师 这个社会就是充满着这种人物的影响 你是低下阶层,你不认识人,你只可以被老师发玩,看不起 神经衰弱说的就是社会地位和生产工具 黄一月为什么可以有度身订造的出签啤牌呢? 就是因为他的家就是玩具生产商 拥有生产出签玩具的可能 就好像有资人的弟弟,他们有钱度身订造子女的教育 在香港读不好?那读国际学校的IB升哈佛吧 但我们这些穷人,苛琴都给不起钱 怎么有资源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平呢? 结果,我们要和有钱补习的人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打 谁输谁赢,不是一开始已经决定了吗? 输了之后,还要被社会恃笑你读不到大学,抵穷 第三场的身死剑,就是说资本的力量 西洞院只是提高少少胜率就可以赢不赢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本的力量,几千万他输得起 所以可以承受短暂的波动,长期赚钱 但几千万对其他人来说,已经是全部一输就输了 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吗?游戏规则对有钱人有利 穷人都有机会去赌博中胜利 但有钱人输得起,这台输了再另一台赚回 穷人呢?他不够钱,只能去all-in一台 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像这波疫情,你哪里见到取话倒闭? 倒闭的就是街边小店、村屋街坊店等 又在狂到尖的世界,不是我们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在看似公平的赌博下,背后藏着的是人物地位和资本 低下阶层有赢的可能吗? 有,但你是不是蛇叉梦子?蛇叉梦子可以拿一千万元出来 你可不可以?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良太,我也不例外 最令人嘔心的就是,在这种不公平,潜财在公平的爱意之下 令你觉得在这个制度之下你有机会赢 但事实上,这个制度早就对有钱人,资产阶级更有利 但我们从来不会质疑资本主义本身,还take it for granted 最后,我会解答一个剧情宣说问题 绝仔始终是个五星星数学的人,对不对? 在新世界里面,为什么西动员有机会输20亿呢? 对数智敏的人就会留意到,明明4千万的30倍都是十几亿而已 其实剧情中有交代但不清楚的规则,所以我都计过几次 计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反推它完整的规则 首先,压不中的筹码是归对方所有的,压中就是自己了 孟子4个全部都24,中了就可以拿回40个筹码 西动员8个地方每个5个,24以外其他数字不中就全部给孟子 即是孟子再多35个筹码,现在他就有75个了 之后就要计赔30倍了 西动员5个筹码的30倍就是150 加上他压上24个拿回的就是155个筹码 而孟子40个筹码的30倍就是1200个筹码 加上刚才的75个就是1275个筹码 减回赔给对方的150筹码,就是1125个筹码 西动员都要赔的,所以他155个筹码 只要减孟子赢的,就变成-1045个筹码 根本两个相差就是2170个筹码 所以赔的就是217000万 数学通,看完这集,你数学DSE的成绩一定更好 不过已经完造了,因为应该是上星期五出的这条片 嗯 那最后我有留个问题,如果你在这间学校上学 你会不会和他们一样进地一波去赌一场呢? 还是安稳稳,不赌钱过日子就算呢? 留言告诉我一下你的看法 根本时间差不多了 这次下,凡是1520上迈的视频,凡是2010 凡是2010点,凡是52010点的 影片订阅我的视频,喜欢我的影片,我们有点点赞,留言,留言,留言 留言,留言,订阅,订阅,按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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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按钮,订阅,按钮,订阅,按钮,按钮,按钮 Findo, en burn,ne vai,ne ve, 所有交易,像我叫Youtube 和美少女会有空育值游戏 请晚会回分架,我们下次见 这次这条片,我用着出 valve,我是转他们的视频 我想试试,cers minded,撈在那时去重新闲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至於你喜歡深邁多點 一定夠 或是Buyetti多點